中華民國111年7月19號星期二 01年的要不要 很久沒有聽了 可能大家管你要不要我也放了 重點就是說今天的熱 因為如果大家週末有出去玩 或者是說到 比較不是北部的話 你會感覺到沒有那麼熱 我不知道為什麼北部那麼熱 其實北部有下雨 而且中午的時候 它下那個雨還算大的 雨後更悶熱 然後我去的地方呢 我的溫度顯示都是29度 回到這裡34度 但是我先不能講我去哪裡 因為今天是陳凱日 今天是陳凱日 等到我要講我去哪裡以後 天啊 沒有辦法讓你講話 因為已經有人說 江泰 拜託你讓陳凱講話好嗎 我們想聽專業的 請不要裝懂 我通常都是被人家嫌話太多 所以我一講起來就聽不下來 可是竟然還有人嫌我話多過你 我的媽呀 那我到底的話有多多啊 陳凱的話已經是 幾乎沒有辦法插入的了 幾乎陳凱一開播 開麥 一般人就沒有辦法 再有縫隙可以可攻堅的了 竟然還說我話多欸 難道我是陳凱哥嗎 可以嗎 陳凱多嗎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請陳凱 陳凱體育大主播來呢 第一就是我覺得要提倡國民運動 好然後呢第二個解封了 因為今天有最新政策就是說 好像運動是不用戴口罩 運動已經不用戴口罩 運動是一直都不用戴口罩嗎 反反覆覆 一直有對不對 最嚴重的說是不必 健身房是連開都不開的時候 那是最嚴格的時候 後來是說你慢跑 我其實在室外在空氣流動的室外場域 像我們慢跑到河邊慢跑可以不用戴 但是你還是要戴在手上 隨時因為你可能會隨時進入一些人比較密集的區域 就是說話說這些慢跑者 我真的被他們嚇到了 不戴口罩也就算了 他們全身都是汗你知道嗎 你就在說我啊 對啊我就是那個很可怕 那個被水淋出來這樣 我現在現在沒有 今天沒有跑啦 陳凱穿著工程師全棉T恤 感覺已經不會有汗了 已經被吸了 已經是快乾的感覺 我常常 你知道我們他們會在都會跑 就是差不多下班的時候 會在那個跟自行車道針入你知道 他的汗真的會甩 甩會有離心力 他是脫水機嗎 他們會甩汗你知道 我真的會被嚇死 我覺得你們不戴口罩已經夠誇張了 既然汗還會甩到路人 飛箭 會感染嗎 我也不知道 那個飛沫會感染 那個我聽說那個汗會跟飛沫一樣會 沒有我覺得不是感染 那是一種個人的衛生跟隱私對不對 你被侵犯了 噁心 真的 真的被箭道這樣子 我真的嚇死了 所以我後來只要是 你知道你知道 只要你要走那個晚點的時候 天氣比較涼的時候 你看到很多下班 下班族他會在運動的時候 第一要鼓勵他們來給他們按讚 畢竟是 是好的健身 第二就是離遠一點 那真的會甩汗 好好好 大家都很健康 OK 我們絕對是東亞第一強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來討論一下 就是說自從上市以後 發覺一件事情 是我們買了轉播約還是怎麼樣 還是以前就有這種實況轉播比較沒人看 竟然現在好多好多人都會去看羽球比賽 不要說羽球比賽 或者說羽球的轉播 羽球相關的報導 我認為當然 戴智琳的崛起 占了非常大的因素 他叫戴凍唱 戴老師 因為就是你說打奧運 我們以前講到奧運 以前鄭韶傑年代 或者我們有雙金女雙 檢育錦跟陳文欣 我們羽球一樣也是 我們的國際賽成績很好的運動項目 當然沒有拿到獎牌 可是也是到了赤錦賽拿到獎牌 然後奧運可以進八強 然後拿到排名到世界第一 都相當不錯 但是真正的說起來羽毛球 變成了所謂的熱門運動 就是就我一個跑 有點全民運動 就我一個跑中和線來講 我覺得有很深刻的感覺 就是這五年下來 就是小戴大概 因為小戴也不是這五年才打出來 說實話他之前就已經是很好的選手 但他大概從五年前開始站上世界第一 或是到接近世界第一的位置之後 這五年他就變成了一個全民的偶像型人物 而他的粉絲團已經變成 據說變成一個神教級的團體了 就是那是一個神你知道嗎 也是去拜的 所以幾十萬人這樣子 反正他不管做 他就算是甩一點汗出來 都會灑出幾萬的點閱人 他們不怕被甩到 如降甘霖 就是那個其實是 我覺得這幾年戴智景是毫無疑問的 有非常大的貢獻對整個羽球 但是當然就我們在看 像我平常十年前在跑的 我覺得最有名的十年前可能最熱門的運動 在籃棒球以外 可能網球還算相當熱門 那個時候有盧彥勳 有王宇佐 女生有詹家姐妹有謝淑薇 那個時候一些大滿冠賽都打得不錯 有一陣子網球也常上板面 然後好像變得很熱門 但是這幾年當然就是退休的退休 然後紛爭的紛爭 所以這個網球很明顯熱度就降下來了 然後在羽毛球取而代之 完全變成一個 總是在綜合運動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門檻很重要 網球的門檻高 就像高爾夫球有一陣子 我記得是雅尼 張雅尼對不對 那個時候我們也很喜歡看 可是後來就是覺得有些運動 有三個要素 第一個就是場地 第二個偶像 你有沒有神級的人物 你有沒有明星 第三就是門檻 說真的你買球桿對不對 你買網球拍都比羽球拍貴 而且場地租用也貴 可是羽球幾乎是一個人就可以 羽球也很有點困難 網球你還可以練一練 你說一個人真的很難練 沒有辦法 江泰剛提到很好 就是說我們有各種運動 那包括容易參與 本身技術會不會困難 門檻的門檻 他能不能參與 他相關的投資貴不貴 這些相對於這個門檻 還有沒有偶像明星 我一直覺得台灣的運動發展 都是好像有一陣一陣一陣 就像我小的時候 我在902還沒有兩千年 還沒進入這個時間 台灣最熱門的運動 是保齡球 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那個年代我們亞運拿六面金牌 然後市井賽 高英節飛碟球 啪啪啪啪打 什麼打什麼冠軍 請問一下現在 保齡球還算是國際賽事的項目之一 還是國際賽事 奧運或者是試運 他從來沒有進入奧運項目 亞運會一度存在 但最近也被踢出去 但是他本身還是有比賽 在美國還是有比賽 沒有保齡球管了耶 都關了 蓋大廈 蓋豪宅了 以前我們這條路 是不是有一個保齡球管 家家 好 我們不缺人 我們缺場地跟缺賽事對不對 好 剛才講到保齡球 這個在國外很多都是算是家庭 週末 好像一般就是會約著 很平常的休閒娛樂 可是好像現在 我們真的沒有看到保齡球館耶 在哪裡 運動中心也沒有 我就跟江泰講 我這幾天剛好去中和 中和有一個 以前很有名的保齡球館 他那保齡球最盛齊的時候是三層 你知道嗎 比如說一層十八道 他三層就是五十四個球道 都是有賽道 都有賽道 可是後來就是 就是保齡球那個熱潮過了之後 他就沒有辦法再好保齡球進行下去 他就改裝 他有一度曾經改裝成一個中餐廳 然後改成中餐廳 然後中餐廳就是那種桌菜吃桌菜的 然後最近最近其實棒他又把這個場地租給一個棒球的經營棒球的經濟公司 他變成一個棒球訓練基地 室內的 那因為他超高三層 超高夠 然後消防安檢夠本來都是運動的場地設施 他就整改 他當然地方就是鋪人工草皮 室內投球機也可以做打擊練習 這個就很棒了 一冷氣對不對 又冷氣 不用怕下雨 對對對 這就是他就是 等於是多角化的經營 那現在很多棒球選手需要自我加強訓練 他不一定需要整個場地 但他需要有地方可以投球或者是練習打擊 他就可以到這樣練習 然後小朋友的國中生這種所謂的青少年青少棒的這個 也可以在這邊做簡單的訓練 在中和嘛 在中和 他就講做這樣一個一整個的規劃 那他當然也有一些遊樂設施 他就有點類似像大魯閣那樣子 大魯閣是打擊練習場 他不只打擊練習場 他們就是想要一直去做一些運動 那我覺得這20年下來 從前面提到的撞球 到後來從保齡球到撞球 到高爾夫的曾雅尼 到後來的林書瑪什麼 其實我們對於這種運動的熱 都是一陣一陣 那羽毛球我們也是正興旺 是正走到浪頭上 浪肩上的位置 但是我不保證他繼續走下去 因為我們常常就是看著明星 當曾雅尼他離開了球後的位置之後 很明顯我們看高爾夫的熱度就降低很多 那每一個選手總是會有退下舞台的時候 雖然我們目前小代還沒有看到終點了 至少他說巴黎奧玉他還要打 可是你就是可以想像的到 就是他總會有離開的一天 那這個運動他未來在台灣的 我就覺得比較可惜是 我們很少培養出真正的 所謂的一直持續經營的 30年50年乃至上百年的運動觀賞文化 而是我們都是跟著明星跑 跟著球王球王球後跑 誰是球王就捧他 當他不見了我們就去看別的 這個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我們有點像看演唱會 演唱會可以看好幾十年 就是運動是歸運動 不是說運動就是為了偶像的事 可是他的確是會比較吸引的 那你看至少現在對不對 這麼久的疫情過後 我覺得還有一個運動也是不錯 就是棒球 棒球是一直都紅 一直都紅 還好有一個東西是棒球 我們還可以就是說 源源不絕的還有運動的 一直有好手啦 對對你還是一直會有一個 可以講得出去的 國運昌隆的就是棒球了嘛 那再過來我覺得羽毛球拜託 還是要 羽毛球現在的情況是因為 乒乓球 乒乓球當然也是 小林同學對不對 乒乓球跟羽毛球 都是英國發明的運動 但真的這兩項運動的興盛其實在亞洲 英國是板球吧 也是英國 英國幾乎是全世界就大多運動的發源地 都是他們起源地 對對對 那這個包括羽毛球 包括桌球 這兩項運動都其實在可以說在東亞 甚至東南亞發揚光大 那我們這兩項運動 因為他的容易的這個 等於他是所謂我真的覺得是全民運動 在還沒有小戴 或者還沒有小林同學之類 他已經是全民運動了 只是說我們那個全民運動人 運動人很多 但是進入真正的競技最高 殿堂的人沒有幾位 那這個是這幾年小戴 或者小林同學帶給我們的 覺得有參與感 那個世界什麼錦標賽啊 那個什麼奧運會啊 我們也打到最後啦 帶給大家一點參與感 那當然就像江泰也講的 就是我們後來就要期待下一個 小林同學當然是還才剛很年輕 他的生涯還很長 但是像戴志穎老師說 對我們每個人都要問說 那下一個小戴在哪裡 我們不是小戴就馬上 我們沒有要逼他退休 但是我們也很期待說 如果有一天 那我們會希望下面的人 也要看到一點樣子出來了吧 小戴當年也打了好幾年 才打到這個位置出來 你總是要看到一點樣子 要栽培 但是像被人栽培 其實老實說 這還真的是 很難嗎 還很難 還真的很難 就是這個是我們台灣所有運動的問題 就是你說你要找下一個盧彥勳勳 下一個謝淑薇 你也找不到 我們的人口不夠多了 人口是一回事 但是我一直覺得 我們台灣的所謂的運動的 真正的頂級的選手出來 大部分都是靠的是奇蹟 而不是一個完善的制度來發覺出來的事情 靠的是他們的天分跟其人 天分當然是有 對不對 天分是有 個人的因素佔了很大 個人因素 然後當然他就機運 還有包括他 我說實話還是天分佔 我們還是一個靠天才的 來訓練出職業頂尖選手的環境 你知道我覺得 你剛才講說有沒有人在栽培訓練 你看大陸 他們以前是學校對不對 有這種源源不絕的栽培 你可以從小學四年級 你看那些體操跳水啊 都是四歲五歲就去了 我們的父母怎麼可能把小孩四五歲送去 其實也有 只是說其實大陸現在不一樣 大陸其實現在孩子一個也是一個比一個寶貝 對 真正你說去練這些項目的苦孩子也沒那麼多了 說實話 苦孩子還是有 就整個大陸 因為沉江差距還是蠻明顯 苦孩子還是有 但是真的確實是沒有以前那麼多 你看權宏禪他是苦孩子對不對 但是旁邊的那幾個小金豆啊這些人他就不是苦孩子了 他們是家境都不錯的 而且可能是父母本身就是選手的 所以可能以後他們也會有面臨到這種你要不要把小孩送 從小就送去訓練 通常不太願意把孩子送 因為你知道這樣那個有多苦 但是如果孩子自己愛 那當然他能擁有更好的天分跟發展的環境 因為爸媽本來就是圈內人 可是我覺得打羽球會很苦嗎 我問到這句話我可能會被那個神之本之團給殺了 翔太我們是不是又要進廣告了 我給你50秒的時間 你知道羽毛球就是那麼小的空間 道歉 對 在那麼小的空間裡面你的反應跟靈節的反應跟速度 你要羽毛球保持享受是一個平衡 你要把你的身體的重心平衡在整個的往 你的整個的長頁正中間 所以隨時可以去救那四個點 你們看他們只要打球 他就掉那四個點 左邊掉完掉右邊 前場掉完掉後場 有時候會趴有時候會躺對不對 然後掉到完之後你覺得他真的累了 打不開了打不準了 打掛網了打出界了 他就贏了 你掉他他掉你 網球就是一個不斷兩個人彼此的折磨 好像愛情一樣你知道嗎 你折磨我折你 兩個人沒有好結果 然後就兩個就拼指著對方 只有一個人能夠存活下來 難怪選手之間的感情都很好 因為他們掉來掉去就像談戀愛 是啊 有可能嗎 我剛才講了說羽球那麼難嗎 可能會被揍死 不會喔 我幫你 我幫你 忙道歉 你球對膝蓋的影響非常的大 盡量掃插話 這是陳凱體育大主播專訪 好我們這樣 我覺得重點啦 為什麼突然間我覺得計畫趕不上變化 變化趕不上陳凱的話 就是因為我看到羽生節選要退了 突然下午開個技術 突然間我們就說陳凱趕快 趕快來嘛 而且他講了有些關鍵字我聽不太懂耶 就是他今後不會退出溜冰界 但是呢他會繼續在職業的溜冰職業來滑冰 來滑冰 可是只接受有固定薰資的邀請 什麼叫做 其實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沒有 我其實覺得這個羽生他這輩子都不需要再為財富財 他下十輩子都不需要再財富財 是嗎 你知道他一年賺八億日幣嗎 他所有的廣告代言將上看八億一年喔 雖然日幣貶值不過還是好幾億 再怎麼貶的也是一億啊 也是一個好幾個億啊 好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這些滑冰選手是基本上這樣 他們所有的沉迷的場域 所有沉迷的舞台 都是國際賽 據說羽生覺得他2010年拿世青賽冠軍 然後2013年拿 然後2012到2014到2018還有世景賽兩次 兩次奧運是冠軍 兩次世景賽冠軍 好像說他是唯一拿過四個大滿冠 他是這樣的選手 他簡直是無人出奇異 不是出的啦 就是在他之前的男子滑冰 其實相對於女子滑冰來講 男子滑冰是比較沒有票房的 不是說滑的不好 而是你知道滑冰這項運動要求的那種美 那種在冰上 遇風而行啊 那種飄逸空靈那種美感 對那種美感 其實女性的身材體型是比較容易表現 也不一定有美國的啊 我們以前就有選手 但是那種就是說 滑冰動作那種冰上小精靈的動作 事實上女性是比較容易展現出來女性的特質 而且好看 所以在其實我可以答應就是說 在與生結之前 基本上女子滑冰才是滑冰界的主流 對 但是與生結前他改變了這個狀況 因為第一個是他年紀很輕的時候 他看起來就像一個很很很文弱的孩子 有人說他是花美男 有人說他是貴公子 怎麼樣就是有一種很陰柔的氣質 對他是男性 可是他可以非常毫不費力的 而且沒有任何不違和的表現出女性的陰柔 空靈跟飄逸的氣質 而他做出來是男性的 用男性的氣質做出來這樣子的 狂野時而狂野時而奔放 但是時而陰柔婉轉的舞蹈動作 我跟你講他應該是說他有男生天生的高童術 可是他表現的是比女生還多的慈激素 你會覺得慈胸男辯那種感覺 他根本就是他比女生還漂亮 就是男隨男生女太吧 為什麼女生在大陸這麼紅 就是而且大陸是很排日的 可是與生結前在大陸是 突破了國界 突破了任何的民族情緒 所以他是什麼 他是超越的 從他的名字 與生結前 這就不是一個普通的日本名字啊 這不是藝名耶 他本來就姓與生 漫畫名字 他就是那種好像日本古代大名的貴族流下來傳來 與生這樣的名字 這個名字在中文也有一定的意思嘛 話語而生對不對 有得了這樣的問題 他這種陰柔的特質 然後他家的小時候得三一大地震 他是受災戶嗎 他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跟背景 然後當他的表現 他完全顛覆了過去對男子滑冰的想像 還有他很瘦 對啊 沒有滑冰沒有胖子啦 對滑冰沒有機會 你看看滑冰的選手 基本上他們有很結實的下半生 但是不太可能有 在想去練說 你可以自己滑很開心 我覺得我每次走路經過那個小巨蛋二樓對不對 冰上樂園 好多人耶 很多人啊 我覺得我們的滑冰才是市場那個三樓的 可不可以把棒球改成滑冰啊 沒有啊 改成滑冰賽道 我覺得我們的滑冰場太少了 滑冰很少 尤其是全台灣根本就沒有幾個滑冰場 小巨蛋那個都客滿耶 你根本沒有辦法沒有辦法標速 你會撞來撞去 你知道我們的滑冰國手都是 因為小巨蛋白天都是要開門賺錢 他們都是要凌晨2點3點6點去滑 又利用那個真的是 所以我跟你講 賣冰的很賺錢耶 真的 不管你錢是滑冰場還是賣挖冰都很有錢 好你剛才說 真的跟冰有關的都很賺啊 那你剛才說 那宇森他這樣子盛名對不對 他是在盛名的時候 就算他沒有拿到奧運對不對 你都沒發覺 今年奧運的陳 話說他叫什麼名字來的 華裔的陳什麼 陳偉群嗎 陳偉陳還陳偉什麼對不對 他不是拿到對不對 可是大家都不喜歡他 因為大家這年看來就是 宇森能不能夠3連8 那結果當然宇森 宇森之前他因為受傷休息很久 老實話狀況大家不知道 但他表現出來的 他短曲表現很好 長曲他其實就已經說我要預告 我要做出人類滑冰史上從來沒有做過的十週半 不見輸贏 不重要 我就是要跳這個動作 我是挑戰自己 我沒有在管對手的 那當然他最後這一跳 沒有成功嘛 他不是有一個4.5 國際滑冰有認定他有4.5 但最後這一跳是跌到了地上 所以他最後他連獎牌都沒有拿到 最後第4名 所以我想在北京施力或者說衛冕失敗之後 其實是已經可以看得出一些端倪了 因為他沒有辦法再戰場世界最頂峰 那當然他挑戰的還是很高難度的動作 但是其實就是滑冰就是一直往上走 而且一般來講滑冰選手 你知道他每一次的跳躍 你上去都都都這樣轉到落地 對你的腳踝跟膝蓋是多大的傷害 比羽毛球 羽毛球剛剛已經很傷膝蓋了 這個還有腳踝 因為他要跳躍 就像我們投球 你說棒球投的手臂 投手的投手 他那個手臂投球的量 是有一定的量的 你用完那個唇量 你就大概就是要離開舞台 你可能身體保持健康 但是你就是到有一天 你的手臂就是投不出那樣的 你的褲唇用完了 用完了 那女生現在就慢慢慢慢面臨到這樣的一個極限 他可能還可以做出很漂亮的動作 可是能不能持續穩定演出 讓他保持在國際賽場上的最高的不敗的角色 我覺得可能連他自己都沒有很大的把握 那這個時候就他很認真去想 他其實到今年大概在3月4月他還說 我今年賽季我要完美的演出 他並沒有要退休 可是在昨天突然下午宣傳說了一個新聞 他說他要開記者會 他只是只要開記者會 大家就開始猜說他是不是想要退休 那結果確實他也就是在推出上 表示說他以後要轉向為一個職業滑音兵表演者 就是滑冰在場上裡面說對選手來講 他要在國際賽成名 但成名之後他不可能就像我剛說的 他那個存量是有一定的 那他存量之後呢 他通常選手都會在巔峰期之後 就會轉向一個職業滑冰的表演者 那在哪裡有這些職業的 日本都還是有啊 在職業滑冰就是一個表演的秀了 你還在裡面秀 那你當然是一個非常有資歷的人 像羽生或以前的東德的維特什麼 再去做這些花式滑冰表演 那整場的這個表演還是很精彩 有那種音樂啊有其他的舞蹈表演啊 可是感覺都是迪士尼耶 有的是因為台灣只把迪士尼演進來 其實他滑冰其實有很多很多表演的形式 那當中裡面技術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那這個經營的是一個娛樂公司嗎 各個公司都有 就是很多大家來做這樣子 他不是一個联盟了 不是一個職業聯盟 而是獨自的商業經營 對然後他也不會像說國際比賽要求人說 一定要做三個四轉跳 三個四轉跳 沒有那就變這麼多限制了 你這跳一個也可以 你不跳那麼高難度那麼高 我也可以接受 他就變成是職業秀 秀的成分多 那也就是說你都是要大咖嘛 退下來的大咖 本來就是要夠大咖才會有人看 他們都在有固定 繼續與生結選他已經退了對不對 他現在才宣布退休 但我覺得他比較特殊的是他說 因為他在奧運的時候就是挑戰四圈半 人類極限沒有成功 他說他以後還會繼續挑戰 光這件事情通常來講 選手退休之後 就不會做那麼高難度的動作 傷害性機率太高 但是他就說我還是想要專研滑冰的技術 然後呢我也要進去挑戰這個四圈半的動作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很難得 而且這個時候他練起來就沒有壓力了 壓力小很多了 老實說他真的什麼獎牌沒拿過 我說實話真的他不太需要在一個北京奧運的金牌來證明他自己 是不必了 那不就李奧納多嗎 不需要奧斯卡來證明 是奧斯卡需要他 所以說其實他就算退了對不對 以他現在的風華正盛你知道嗎 然後還是那麼好的狀態的話 他到哪一個他繼續在職業 你講他是職業的商業演出對不對 這都已經是商業演出了嘛 就算比賽也是商業比賽 是那他的這些演出或者說他本來就是一個日本 我覺得日本這個國民國家對華冰選手的重視 甚至比歐洲或者美國可能都還要重視 就像不是他像之前淺田真央啊 這些男子選手 他們不管是在現役或者退役啊 他們都是廣告明星 他們的價碼不會遜於一線的大明星 你看之前淺田真央其實他成績一直沒有那麼好的 可是他代言也是超多的 就是一個接一個 為什麼他們就是崇拜冰的國 冰國嗎 我覺得這個冰上運動就是他有帶給 冰上運動一直是 我應該說花式滑冰一直是整個冰上運動裡面 一個非常特殊的存在 他雖然說是運動競技運動 但他同時也是一項表演的藝術 他可以在那邊的動作音樂的安排啊 場景的轉換 可以讓你表達出很多種不同的思想跟意念 而這種東西就是日本人覺得 他可以把藝術跟運動可以結合在完美的結合在一起 他仍然是一項競技比賽 他還是要搬金銀銅牌 但是他會讓你看到一個非常完美 在那三分鐘四分半鐘裡面給你看到完美的展現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殊的運動 他就是很華麗 他比較娛樂性高 大家又看得 就是他看得也漂亮 看不懂也覺得漂亮嘛 然後翻港半天 宇森傑嫌他 我最初他覺得他空前絕後的位置 其實是因為我看不太到像他這樣子的個人的獨特的個性跟條件 會有再一個人在出現 這可能真的是沒有辦法出現第二個空前絕後 那有關錢你還是沒解釋 沒有錢的意思 到底是什麼樣子 就是說那個一場是說他不接受 有不給錢叫人家比賽的嗎 也不會啦 但是我相信他光是 那一場一場的出場費 我不太相信多少錢我沒有特別研究 不過就他的廣告代言費用 基本上都是千萬日幣起跳 盡益的千萬日幣起跳 一定是益吧 而且有一年他沒有做太多 他是一個其實非常低調的孩子 他沒有IG帳號 他基本上不太用臉書什麼都不發言的 所以跟近代說我們現在都要用自媒體自我行銷 沒有這件事情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低調 他也不是YouTuber 他平常也很討厭跟媒體的朋友曝光 你也不會聽到他有什麼各式各樣的奇怪私生活 什麼都沒有 他就感覺上是一個除了下了場之後就消失的精靈的存在 但這個人是真的活在世界上的 更迷人了 所以這就是他我的意思說 他除了作為一個運動選手頂尖的表現之外 他的個性上跟明星的這種氣質事實上是非常突出的 就隱居了他等一下沒有在場上 他就是你也找不到我 我哪那麼容易讓你們找到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他每年的那個搜尋的次數都是站在那個排行榜最前面幾個位置 所以以他來講的話他其實只要還是在職業上的話 我們看得到嗎 我們還是看得到啦 我們有最近引起這些冰上滑冰秀嗎 其實宇森有來台灣比賽過 其實有喔 只是說在大家還不成名 我那時候還採訪過 他之前來台灣比過四大洲錦標賽 你看過他本人喔 我看過他本人 但是那個時候他還不是大概快十年前 那還不是現在這個宇森 可是當時他就已經有應援團了 是是是他已經就知道他會是將來的民運之星 所以台灣的很多運動比賽就是你真正要找機會 未來大聯盟選手來台灣比賽 那你有面對過他囉 就是我才有採訪過 但是我就沒有特別 老實說我本人其實在各項運動裡面 我對於懷孕並不是有特別的感覺 但是當然因為他四大洲比賽 我們還是會去採訪 那他也是其中的一位這樣子 但是我印象是很深刻他的確來台灣過 而且那個時候我們真的沒有想到他後來會紅成這個樣子 雖然他已經是很出色的選手了 可是10年之後再看確實啦 而且他其實是 我覺得所有運動要這樣子 你要有故事 對然後要有故事 所以說其實他的人 他的劇情就是一部電影 所以你會覺得好 然後也只有這樣子有偶像的東西對不對 然後他又把日本的所謂的傳統 比如他是陰陽師 他把日本的古代的東世紀的歷史融進去 擺在舞台上 等於是把自己的身體幻化成 先年前的陰陽師那種化身降臨到現在 你會覺得他的表演 確實是帶著藝術的表演成分 越來越多 他是一個藝術家 而不只是一個運動選手 那所以說這樣的選手很難得 但是也因為他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將來他如果是轉到商業表演上面去 我認為他的轉換是毫無問題的 因為他本來就是在 他本來就早就把競技場變成他的表演場 反而更好 對反而是更容易 反而更好了 更容易不用四年看一次 不用不用 一年看四次 雖然可能沒有那麼多轉跳 對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是喜歡 那他才27歲 27歲就男生學生來已經算是高齡了 對滑冰球來接近30歲已經是高齡選手了 女生更短 女生大概25歲左右就是 就是要差不多 因為那個就是很早開始練習 大量練習 這個太吃體重跟年齡了 這個是沒有辦法 這太吃外表的 你那個新陳代謝一下去整個就 真的是很累 就是真的你有一定的表演的年限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青春的冰上奇跡 好那就知道他還是繼續很有錢 我們是很開心 你真的不用擔心他 我真的沒有擔心他 我是比較擔心我自己 他是他會美麗而驕傲的 繼續活在這個世界上 他會這樣講 我希望他不要老 有人說在冰上的人比較不容易老 因為他是棟齡 我亂講的好 低溫會減緩細胞的老化 因為我的確看到很多過度曝賽的網球選手 他會比棟齡看起來老一點 雖然他肌肉年輕 回家立刻把冷氣調到16度 決定了 電費1000度以上 這個啊這個都算什麼 不是真的 不行不行我們要立即環保 環保了環保回來了 就是昨天聽說有個比賽一結束以後 很多人的全部都限動都是寫髒話 對不對 馬上湧入各種所有的媒體都會寫髒話一堆的 就是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昨天的比賽是亞洲杯 籃球賽 我們有發生過兩次這種事情 在城邦世界杯奧運的時候也有發生過 就是說明明已經是金牌已經在握了對不對 金牌嗎 不是金牌 我們還只是入場 你要講北京奧運那一次嗎 我又在現場 你又在現場 會不會是你是死亡之重 也沒有啊 就是因為這個重大賽事通常都會派我去 你不要去了 剛剛好就是不幸看到那一幕見證 見證了金牌飛掉的奇蹟 好我們大家回來討論一下下 沒有責怪 最後一段約旦怎麼了 不是我們怎麼了 是約旦怎麼了 約旦其實他們的選手 基本上這幾年都會有到美國去打大學籃球 就像我們最後砍金之後 戴訓嗎 不算戴訓 就是他有發展條件的選手 他就送到美國去 就在美國打球 所以他們自己的國家也有聯賽 但他們其實這次回來打的國家的主力 其實相當部分 一部是那兩個射手 就砍我們兩個三個三個分球 那兩個都是對美國打第二級大學 然後那個中鋒也是 那中鋒是在土耳其 他是土耳其人 但是拿到了約旦的護照 然後呢就是在土耳其打聯賽 土耳其聯賽是歐洲相當強的聯賽 有一定的競爭水準 就這個 這支約旦隊唯一的一個麻煩什麼 怎麼感覺是職業的了 都是我們也是職業 大家都是職業 我們都是職業了 現在都是職業選手來打 那約旦主要問題是 他們少要一個好的控球 所以我們全場超級超了19個超級 控球 對他們全場包加超級 但是呢他們還有請一個美國的傭兵 那個Tucker 基本上他們就這樣來 這個湊了幾個人來打 那跟我們說的話 真的是博仲之間 但是說實話 我看籃球看了這麼久 我也不敢說我真的是很資深 因為還有沒有資深前輩 但就我看過這幾十年來 我真的沒有看過 55秒領先9分 你還會弄到輸 確實是沒有看過 那當然就可以說 所有的不利因素都發生了 但是我年夜會這樣講 就是說目前的亞洲籃壇的生態 跟我們目前我們國內這次為了亞洲杯籃球賽 我們所做的努力 包括之前的主訓 選訓主訓出去比賽 我認為是不夠的 我們以這麼有限的準備 要去贏球 老實說如果沒有CBN的三位 陳寅俊 林寅謙 還有這個劉真 三位選手的付出的話 老實說靠我們的本土 我們是不可能完全不足的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這場約戰贏了 當然我們很開心 我們相隔兩屆之後重返八強 但是八強之後的對手會是伊朗 是我個人認為這次的 可能會是冠軍的隊伍 我認為也是毫無勝算 伊朗 怎麼中東國家現在的 伊朗是波斯人 那個波斯人的骨架 這不得了 每個人都又大 骨頭又硬又粗 扛不住 所以我們就算過了這關 僥倖過這關 下一關也是 其實你就是差這場數學 那我自己知道我們球隊實力 是在這個位置 就是大概亞洲第10名左右 聽起來第10名真的沒有什麼好講 亞洲第10名 感覺我們應該是亞洲前三強 我們很愛籃球 我們好像什麼都要亞洲前三強 但是你也知道團隊運動 你像你小袋 一毛球是個人運動 你只要一兩個天才 你就打到世界第一 你籃球棒球 一對一嘛 對一對一 你要把一支球隊要弄成 九人 五個人也好 九個人也好 十一個人足球也好 你要把它弄到 運動的這個難度 是何止百倍千倍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組織 那當然也跟我們國內的籃球環球有關係 所以說這個最後我一直覺得說 輸贏這場比賽我當然不開心 可是我不會覺得說 就是怪罪那些人或怎麼樣 你應該回去談 我們這次回來之後 我們的選訓制度是不是可以做檢討 我們的直籃發展之後 是不是給予國家隊充分的資源 如果不給充分的資源 代表我們是不是應該 讓兩個單位做更好的 橫向聯繫跟模仿 大家都釋出一些善意 甚至釋出一些彼此的資源 不要說國家隊是國家隊 我現在打總冠軍才最重要 其實我覺得這些是可以去談的 而也是必須要去談的 因為未來我們台灣籃球 還要繼續走下去 今天不管我們是第八名 或者是打進12名 我們籃球不會因為一場的輸贏 而結束發展 我內心是這樣想的 就跟我們棒球也是這樣 我覺得棒球輸贏 我們明天要打經典賽了 欸 對 又要打三年 又要打經典賽囉 經典賽來了 那到時候我們又是 又是一場贏了大家舉國歡騰 一場輸了如上考比 其實不要這樣 我們預賽在台中有一組 有台中有一組 然後之後才是一將 第二輪到東京巨蛋 如果到了四強會到美國去打 那我們的大巨蛋應該好囉 欸 這個很難講啦 當一直說要好 結果你看疫情兩年下來 還是沒有弄好 而且在棒鞋申辦的時候 因為巨蛋目前的情況 所以他也不敢把大巨蛋 列為一個比賽場地 當然不比賽我們蓋大巨蛋幹嘛 但你不要擔心 只要大巨蛋蓋好 我們棒鞋一定找比賽去辦 而且你知道你只要有票房 對啊 有商業價值 一個禮拜三場都有可能 還有12強呢 後面還有經典賽事 總是不愁沒有國際賽可以辦 你真的是不用擔心 那個場地我真的看了十年了 從他裡面是小烏龜小狗 都看他蓋到現在 後來變叢林對不對 叢林又再回來 所以現在終於那個蛋型已經出來了 我真的看了十年 市長兩任都當完了 結果還是沒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其實是說來是蠻的 但我相信只要你把這蛋弄好 我認為不管職業隊還有國內職業 中華中職人都會去做 總而言之我們就是比較 我不太喜歡就是一場 當然輸贏是最直接的 一般的大眾來講 大家也覺得說 那會輸 怎麼這樣會輸 對很難接受 不過你接受之後 我們不要把這個轉換成 關心籃球運動動力 而不是就單純的就是說 那場輸贏就好像就決定了我們的評價 不是我覺得反觀 大家應該要覺得非常值得 就是說一個球隊已經55秒了對不對 是不是已經快要結 幾乎就結束了對不對 老實說你見證了歷史意義啊 只是我們是輸的那一邊 你最精彩是看到他投進了 連續耶 老實說那真的是超高難度的投籃 所以我們才說大家要值得的是看對方 這個沒辦法啦 他投進來我還是拍手 我覺得這球實在是真的太漂亮 一邊流淚一邊拍手 但是可惜的是被決殺的是我們 而且我也真的覺得 這個基本上你再去講 當然檢討調度什麼 我們的外籍教練 我們什麼都有很多可以檢討的地方 我也很歡迎跟大家討論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去持續的動力 而不要去談說 我們就是你看 我們這些球員就是在國內不好好練 就是怎麼樣 就是去指責單一一兩個戰犯 我認為是不必要的 但是對整個的籃球的 這次的比賽的細節也好 對前的短中長期的問題 我都很樂意跟大家討論 我這些節目可能已經講了兩集都還沒講完 今天跟大家簡單講十分鐘而已 趕快再回去聽陳凱的節目 他有在YT上面嘛對不對 我們也是節目也是 剩幾分鐘我們就講說 今天不是有羽球賽的國外的比賽 回來說選手隔離的問題 像我們還要泡泡 還有那種安全泡泡 因為那個時候在申辦的國際賽的時候 都是三四個月以前 那個時候的疫情 那個時候的政策是這個樣子 可是現在我們已經很鬆了 沒有很鬆 沒有很鬆 我們現在按照指揮的話 就是當初你的那個防疫計劃怎麼爆 你現在就照著那個走 雖然已經跟現在看起來有點不合適 但是你還是要照走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就是我們就是沒有辦法變通 我們當初的計劃怎麼爆就是這樣子 所以才有泡泡啊什麼 然後重點是本國選手跟外國選手 但是我自己感覺是比較可惜 因為這次比賽等級並不高 等級不高的情況下呢 我們好像辦這個比賽就是為了 小袋小天還有李洋沛 就是為了這四位選手 只要你們這次會拿冠軍 這個宰殺各國好 其實也沒什麼各國好手來 因為大家看這家等級太低都不願意來爆 這樣的情況下 這是宰霸咖的情況這樣子 然後這樣打到冠軍 然後我們就哦好 其他的選手都不重要 所以你就看到外國選手 在抱怨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不讓他們練 你練了你會贏小袋嗎 你不會贏他們 你講這些有的沒的幹嘛 大家就變這種心態 那我覺得其實是不太好了 就是羽毛球協會 基於他們在辦比賽 因為不是 辦比賽絕對不是一次兩次 這是一個長久經營的品牌 封平 對封平 你會把口罩拿掉嗎 我贊成啊 可是我贊成 我只是一卑微的小袁 我在跑步的時候 我覺得我戴口罩我沒有辦法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會 我裡面會戴個橡膠套 但是通常我都人少 空間不夠 因為他就會頂到 他是會頂到這樣子 但是我們 你要體諒我們這些跑步的人 這天氣這麼熱 我們還去跑 那真的很辛苦啊 我讓開了 真的很辛苦 你不要管我流汗多 真的是很累啊 大被波及 我們所謂何來 我們都跑去懷疑人生 懷疑自己跟懷疑人生這樣子 因為下半天要跑步 不過今天真的已經開始 他寫即日期喔 運動的 其實是可以不要帶了 希望大家那個 強身建國 建國強身 感謝體育大主播 謝謝楊泰